大家好,如果有看我直播都知道,最近又回到玩Pokeman mode 有一次直播中,我隨手開了PVP雙打來打 打了一場,讓大家看看戰況如何 這裡儘量簡短一點,因為都比較長,不說太多 因為都比較沉悶一點,兩邊都不知道打什麼 我用這個希臂空間隊 對面是一個典型的水隊,沒什麼特別的 最特別的地方是MMO現在新增了一個雷鳥可以使用 你看到它會有帶雷鳥上場,可以使用的 對手的手法就是利亞綠莎加雷鳥 這個手法都比較奇怪,因為不是任何的功能性 也沒有任何阻礙我方的精靈 我方就派了戰武郎加VD龍 典型的希臂空間的陣容 而對面這個手法其實沒有什麼作用 最主要都是做一個重型的輸出 但是對面一看就知道做不到任何的威脅 對手用了這個地震,利亞綠莎 打了VD龍也有回心一擊,即是爆擊 但也不是說十分痛 雖然打了40% 這個時候VD龍開了這個希臂空間 現在已經被這個空間籠罩住了 對手沒有換任何的精靈 而我方在VD龍做了一發的急凍光線 打到這個利亞綠莎 打不死,因為他竟然是打一血斤 而對面雷鳥的十萬福特 再加利亞綠莎的地震收走了這個戰武郎 比較遺憾的是我竟然送了這個精靈 我當時也不知道自己打什麼 好,但也不要緊,回頭看 送我戰武郎可能也是好事 因為對面大多數都是特攻向的精靈 送走我之後就換了這個煤炭龜上場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因為這個時候上場的話 煤炭龜就可以噴火做到一個很好的輸出 看看對手會做什麼 對手利亞綠莎是用了這個守護 守護了一個煤炭龜的噴火 但雷鳥就沒有做任何的動作 活生生地燒死了 OK 然後派了這個大咀勾 改天氣的水隊 所以換了這個天氣 而現在我們那邊就比較麻煩 因為煤炭龜也沒有什麼作戰的能力 在下雨的情況下 所以只能換走了 將煤炭龜換走之後 就換了啟暴龍上場 看看對面會做什麼 好 細胞仔用這個精神強點 就消滅了這個煤炭龜 對手的大咀勾 竟然用了滾水 打到這個煤炭龜的位置 但是換了啟暴龍 啟暴龍也都中了這個30%的燒傷 也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我們啟暴龍就是這個雙刀向 現在如果燒傷了 神速的威力就少了很多 現在對面就放了這個樂天河童上場 對 樂天河童 但是希米空間依然還在 所以這個陣其實都比較不太用 可能要等多一至兩彎 等空間結束的時候 那樂天河童的優柔治癒 才會發揮到特性效果 好 那我們的啟暴龍 還有這個龍星群 打到樂天河童那邊 竟然一發打死 我都很害怕 對面竟然沒有用任何fakeout 對手這個大祭暴龍用了這個暴風 還有這個精神強念 對 細胞仔用了精神強念打到大祭暴龍 現在空間就結束了 其實都比較麻煩 因為現在我的隊基本上速度是很低的 除了啟暴龍之外 基本上全部都是後速的 一定是後速的 但是對面都比較麻煩 因為現在他已經是下雨 蜘蛛魔也有這個加速的特性 相對來比較麻煩 好 對手換走了這個大祭暴 企圖保住這個天氣手 換了這個波克基斯 來到這個聯防的神速 都比較正常 因為啟暴龍多數有這個神速 好 對手用了這個逐流 在這個落雨的情況下 逐流非常之大力 打到這個細胞制度一發收手 而啟暴龍呢 因為有這個龍系半減 所以都不會很高的傷害 打到 這時候我方就派了這個敗路球菇上場 這個操作應該是為了 令這個敗路球菇吸引火力 然後再派啟暴龍做這個輸出 打死這個對面的精靈 咦 竟然不是 竟然是換走了這個啟暴龍 換了這個煤炭龜 再次令到這個天氣變回了這個太陽 對手刺龍王用了暴風 但是因為這個太陽底下 暴風變了70%的命中 所以也失誤沒有中 而敗路球菇用了這個催眠 催眠了刺龍王 刺龍王陷入了這個睡眠狀態 現在沒有氣空的狀態下 對面波克基斯基本上就肯定先動了 可以說是 我方白露球菇用了這個粉露粉 企圖吸引火力 對手波克基斯用了這個空切 打到白露球菇 白露球菇基本上已經快死了 因為飛行系刻著這個草系的白露球菇 而煤炭龜做了這個熱風 燒到波克基斯但可惜收不走 基本上現在三隻殘奪 除了刺龍王之外 我方再次使用這個粉露粉 看已經是一個自殺式的行動 憤怒躺下波克基斯 空切斬白露球菇 然後煤炭龜用這個熱風 可不可以燒死波克基斯呢 是可以的 成功收走 也沒有錯過 非常幸運 現在對方有兩隻精靈 我方有三隻精靈 這個時候派出了啟暴龍上場 對手也派出了大了優上場 其實相對地尷尬 因為煤炭龜一定是後速 對手應該是比較快一點點 啟暴龍有機會拿著第二速 那刺龍王應該是一速 對手但最後既然選擇守護 看來是為了防神速 也被他防到的 而我方呢 煤炭龜收走 換了3天龍上場 而刺龍王呢 依然在睡覺當中 也比較麻煩一點點 看看什麼時候才會醒醒 好這個時候 再次換上煤炭龜上場 再企圖換了天氣 變回太陽 對手大了優竟然選擇 再次使用守護 亦都被他成功守護到 神速亦都防了 對手刺龍王用這個軸流 但在太陽底下 這個軸流已經做不到任何輸出 但好可惜 依然可以打贏煤炭龜 因為煤炭龜是火屬性 好 換了這個3D龍 現在雙方剩下兩隻精靈 3D龍上場 已經有下載的特性 加了一級的特攻 好 對手的刺龍王 竟然選擇守護 這一回合 比較奇怪一點點 啟蒙再用神速 打到這個大醉歐道 因為大醉已經連續守護了兩回合 基本上這個神速一定能打到 而我方3D龍再次使用自我再生 我好像是第一次使用的 這個自我再生 如果大家看到一條血按換 那雌龍王應該也有一點點 心態已經沒有了 因為雌龍王是沒什麼可能 單殺到3D龍 而甚至是這個 進化騎石 對 基本上打不贏 那就是成功贏了 其實這一場也比較驚險一點點 還有這一隊我也比較 舊 偏舊 很久以前砌的 已經沒有怎樣研究戰術 或者各方面陣容 就是隊員和隊員之間有沒有配合 其實也沒有什麼配合 雙方也打得有點失誤 對手的失誤就是 他擺在頭上有些問題 還有對手的樂天鵝和武漢阿威 跟著 後面有什麼 又不知道為什麼要守護 因為我沒有打算打他 而我們那個失誤 其實有沒有失誤 其實我也不知道 等大家去看看 等大家看看 我有沒有一些 可以進步的空間 我都找不到有些什麼 失誤的地方 對 最後這條影片 打完對手 一定是跟對手說一句 雖然他那隊很厲害 但依然還是不夠我打的 好了 拜拜